2月24日这周,虽然美联储短期内并不会降息,甚至可能还会加息地压住有所反弹,但华尔街依然以乐观高调情绪收盘。 标准普尔500指数本周上涨1.66%,道琼斯指数上涨1.3%,创下新记录,收于历史新高39,131.53点。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奈斯达克指数本周上涨1.4%。 多方分析,华尔街的乐观情绪与科技巨头英伟达的股价强劲,业绩显著飙升,有着必然联系。 这家芯片制造商第四财季营收为221亿美元,同比增长265%,该季度净利润为122.9亿美元,比去年的14.1亿美元暴增769%。 这引发了英伟达股价2月22日上涨超16%,市值增加2770亿美元,创下华尔街历史上,也是人类史上最大个股单日市值增幅。 使该公司总市值当天升至1.96万亿美元,增加的市值超过可口可乐公司2650亿美元的总市值。 虽然周五收盘上涨不到1%,至每股788.17美元,但盘中市值一度短暂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 目前,英伟达超越亚马逊和字母表公司,成为美国股市市值第三大的公司。 市值仅次于3.06万亿美元的微软和2.85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 对于这家人工智能巨头市值的暴涨,AJ贝尔公司的投资主管拉斯·莫尔德·雷比称, 在19世纪中期淘金热中赚钱最多的是那些售卖淘金工具的人,而不是那些寻找这种贵金属的人。 事实上,英伟达在今天的这场技术革命中正在扮演同样的角色。 而Wedbush Securities科技分析师Dan Eves在最新报告中写道, 这是1995年的时刻,现在的人工智能革命和未来10年1万亿美元的增量支出正在冲击软件生态系统和其他科技行业。 早在1995年,互联网变得更加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世界。 而今天的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般的繁荣,英伟达公司正在引领这一潮流。 Eves认为,人工智能投资可能正处于同样的拐点。 他表示,英伟达正在利用这一优势,制造广受欢迎的图形处理单元GPU,帮助公司支持OpenAI的ChatGPT等人工智能模型。 英伟达和GPU是消费浪潮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Eves在报告中表示,现在,华尔街正在等待在企业和消费者生态系统中建立无数的场景。 这位分析师表示,对Salesforce、Adobe和Oracle等领先软件提供商的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渴望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变革性技术趋势。 分析认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重大支出将导致类似于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股市崩盘。 Eves进一步称,目前的科技股远未达到1999-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 他说,那个时代是由投机投资和互联网公司估值过高推动的,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 Eves表示,人工智能革命始于英伟达,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派对和爆米花才刚刚开始。 这一趋势在英伟达第四季度超出预期的收益中得到了体现。 他证明人工智能热潮尚未耗尽。 与此同时,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黄仁勋在该公司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称, 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开辟一个今天不可能实现的全新应用世界。 我们与超大规模云提供商和消费者互联网公司一起开启了人工智能之旅。 他说,现在,每个行业都参与其中。 从汽车、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工业到电信、媒体和娱乐。 黄仁勋预测称,世界上每家企业有一天都将在英伟达的GPU上运行。 他预计这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 他说我们真的才刚刚开始。 此外,他不久前还在一份新闻稿中称, 加速计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临界点。 全球各地公司、行业和国家的需求正在激增。 与此同时,英伟达还对下一季度的营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对此,Besmer Venture Capital分析师的Baron Dieter2月22日表示, 即使在人工智能市场不断扩张的同时, 英伟达的增长也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试图进军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将继续需要英伟达的芯片。 简单来说,人工智能浪潮是软件的下一个大趋势, 这是云计算的下一个前景。 未来许多年,它将继续满足巨大的需求。 Baron Dieter进一步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软件公司并没有构建自己的堆战, 因此,他们依赖于这些超级扩展器和基础设施提供商来推动这场革命。 我们在私营部门看到的需求曲线正在形成, 这是这些芯片拉动的领先指标。 不过,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持续压住英伟达的未来发展时, 但也有一些人士为其可能过热的表现泼冷水。 Insider Intelligence高级分析师Jacob Bourne表示, 英伟达需要不断超越竞争对手。 他不能满足于现状。 他补充称, 英伟达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不利因素, 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硬件自主性的推动 以及来自其他芯片创新者的新威胁可能会影响其。 长期前景 英伟达的近期市场优势是明显的, 但它并非不可战胜。 与此同时, 一些分析师担心, 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销售限制可能损害英伟达的收入增长。 对中国市场的销售占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销售额的大约9%, 低于前一季度的22%。 并且, 正当华尔街一些狂热派认为英伟达能够凭一己之力, 拉动整个华尔街的盛宴时, 安联投资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策略师查理·李普利表示, 显然, 整个华尔街还没有看到科技股那样的强劲势头。 我认为, 这确实会给指数最终走向带来一些风险, 因为一切都被预先加载到了科技股中。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2月23日警告称, 美国市场上, 那些陶醉于英伟达业绩暴增的人们, 可能长期低估, 且为完全消化地缘冲突等风险因素对华尔街的真正威胁。 萨默斯是对乌克兰和加沙持续冲突引发华尔街市场担忧的几个知名人士之一。 他表示, 世界可能会进入这样一个时期, 人们对秩序的认识越来越少, 因此出现无序、混乱和相关痛苦的风险更大。 同时,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对冲击金传奇人物戴维·爱因霍恩和波士顿先知赛斯·卡拉曼也都对地缘冲突可能对华尔街造成更深度的冲击感到担忧。 戴蒙稍早前对《泰晤士报》表示, 中东等地缘冲突让世界变得更加可怕和不可预测。 爱因霍恩也警告称, 当前中东等极端的地缘冲突及突发事件, 将导致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在持续数小时内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财政部于当地时间2月23日公布了针对俄籍相关行业的500多项新制裁措施。 这是自2022年2月以来对俄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制裁。 与此同时, 欧盟也宣布了新一轮制裁。 值得玩味的是, 根据俄媒RT2月21日的消息显示, 法国检察官2月19日表示, 法国扣押了蔚蓝海岸的一栋豪华别墅。 俄媒援引世界报称, 法国没收了价值1.2亿欧元的俄别墅。 这是自西方开始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以来, 法国查获得最大一笔激货物。 作为西方制裁的一部分, 属于俄买家的财产, 包括数十艘超级游艇, 在世界各地被没收。 有分析认为, 美欧的上述最新制裁行动以及相关没收资产的多个举措, 可能会加大俄的反击报复。 这无疑将导致地缘冲突进一步发酵的某种风险。 对美欧金融市场 或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因此, 英伟达在华尔街市场的表现, 似乎并不足以触动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火热。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杰米·戴蒙在对华尔街感到一丝担忧的同时, 在2月22日出售了这家美国银行业巨头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 这是他自18年前接管该公司以来的首次减持。 根据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带蒙在此次操作中出售了约82万2千股股票。 据彭博社报道, 他仍持有该公司约770万股股票。 自2006年带蒙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 摩根大通的资产价值及其股票价值已增加两倍。 据美联社的消息显示, 该银行最近一个季度的利润增长35%, 并在2023年创下美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利润达到496亿美元。 此前为了应对巨额利润, 该银行董事会将带蒙的薪酬提高4%, 达到3600万美元, 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工资和基于绩效的股票。 同时, 摩根大通商业和投资银行联席首席执行官True Robot减持了价值1370万美元的股票。 该银行总法律顾问Stacey Friedman也减持了价值110万美元的股票。 首席信息官Laurie Beer则出售了该公司价值110万美元的股票。 有分析师认为, 这似乎也是摩根大通向华尔街市场发出的潜在悲观警报。 再加上美国经济2024撕裂现象加剧, 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当许多人沉醉于英伟达拉动华尔街的狂热时, 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的高管们却是反其道横支而疯狂套现。 这是需要市场重视的现象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华尔街日报2月24日的最新消息显示, 英伟达首次将华为列为芯片制造竞争对手, 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 英伟达称, 华为在五个领域中的四个领域是其当前的竞争对手。 这表明将驱动新AI技术的先进制程芯片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